本期视频依然有我自己的淘宝店铺 小渣爱酒独家冠名播出 喜欢美酒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我精挑细选的葡萄酒 抓紧购买 哈喽大家我是小渣 今天在香港铜锣湾去吃顶级大鲍鱼 我一位香港朋友给我推荐的 他说这家店的鲍鱼特别的好 然后其他菜也做的非常不错 据说吃完这家餐厅之后 其他香港高价中餐厅 都有一点智商税的感觉 当然今天跟我一起吃大鲍鱼的 还有一位神秘的大伙伴 大家很熟悉的神秘大伙伴 诶 怎么吵呢 好吵啊 好啊嘛 又见到你 诚哥 开闭波士迪 哈哈哈 吃鱼翅 我都好喜欢吃这个 火腿 火腿 鸡 鸡 没有花糕 没有很多肉料 您师傅是吧 大厨 你有牙菜吗 我那个朋友说你们这边鲍鱼特别好吃 今天挑个大的给你们 好 哇 这粉丝好大发过了 这个粉丝我觉得它还不如太软 惊喜的粉丝感觉也很分明 好味 安逃 安逃吗 安逃 感觉是蛮厚 蛮完整的 这个粉丝 嗯 嗯 不过我觉得鱼翅主要就是吃个口感 鱼翅本身是美味的 对 它是烤鲜 勾汤啊 或者红枭啊 把味道带进去 嗯 要喜欢你们吃鱼翅很喜欢放点香菜 那为什么呢 嗯 因为我们说准容汤味道比较重 不然香菜它整个清爽起来 嗯 但万一有人不吃香菜怎么办 那就不给它 那我就不吃香菜了 那个我 开玩笑 这样是批你了 哈哈哈 吃鱼翅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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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粉粉嫩嫩 就好软 又软又嫩 又多吃 嘿嘿嘿 试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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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你有没有发现 香港它是做卤水的 没那么重 味道没发现没那么重 其实还小呢 你会吃到它 呃 本身是干的那种味道 这个乳汁啊 我一吃我就估计 刚刚那位西服啊 嗯 是福建人 有点甜甜的 一种闽南的感觉 哇 哇 这个好大啊 这个鲍鱼大概多大呢 就是这么大 比发大还大 军官 嗯 今天中午啊 中午吗 我们就简单吃一点 真的很简单 很简单 鱼翅啊鲍鱼 还有那个脆皮鸡 太简单了 简单的啊 就不要搞得很复杂了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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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这个干包 滑溜溜 滑溜溜 而且透明的感觉 好像糖性的感觉 吃鲍鱼 当然逐一口逐一口慢慢吃的 是不是 嗯 这个鲍鲍鱼 这个鲍鱼真的闷得很透气 而且你看那么大的鲍鱼 里面还是圆圆的 圆啪啪 而且气感 Fantastic baby you know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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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喜欢漫漫品味啊鲍鱼 对啊 我喜欢大块朵鱼 你吃一看 我觉得大块吃的都给得一样 很过瘾 我等我试一下一样 嗯 大块我感觉这个鲍鱼味更浓郁 能吃出那种鲍鱼 嗯 都说鲍鱼没味道哈 嗯 但我觉得大干包哦 其实吃到里面还是有点味道的 鲍鱼特有的那种 呃鲍鱼香味的那种 对对对 刚才我吃了小小 剩下我就大一点吧 这样感觉看看啊 嗯 嗯 Oh my god 整个嘴巴里面都是鲍鱼的感觉 很澎湃 跟我一样 我吃了不吃了 我留到今天晚上 我留到今天晚上 我不能给人家的 哈哈哈 不可以的啊 你到明年过年的时候 哈哈哈 这个鱼仔 排饭 哦 鱼仔蟹 现在还有鱼翅 蟹黄蟹膏拆出来哇 亮不亮 三个鱼仔蟹做一个 六法 嗯 哇 好香味 这个是鱼仔蟹八宝饭 我们主要把那个鱼仔 全部都拆光光的 很容易吃哦 简单 方便 我比较喜欢吃鱼仔这种 圆那个 圆绵绵 圆绵绵 耶 圆饭 圆香啊 师傅 你是不是福建人啊 对 哇 哇 这个已经不是滑溜溜的感觉了 对 一看起来我觉得很硬邦邦 还挺熟悉 一后来啊 一后来 我们要看一看 我们要拿起来 我们要拿起来 我会看起来 这个味道 最厉害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拿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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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сотруд DANIELS 亮亮亮 哇 我很难过 为什么很难过 难过就是只有一个人吃的 炸子鸡 哇 这道菜我真的游小吃到大了 当鸿炸子鸡呢 它有一个特别的味道就是合皮 脆皮鸡呢一般会是挤汁和华鱼 我最喜欢怎么吃呢 我就是喜欢这样 沾一点挤汁 再沾一点华鱼 哇 够咸够酸 跟着 我们是在吃鸡不是吃鱼 太美味了 嗯 还有呢 它里面的肉呢 它是很嫩的 很多鸡汁 嗯 好吃 哇 这个好吃 而且这个鸡味也很好吃 对啊 鸡香味很爽 你会发现香港很多鸡的鸡味很重 因为香港有很多鸡场 香港有很多鸡场 鸡 香港不就只有一个国际鸡场吗 是的 君哥 这个怎么吃 用嘴巴吃 不是嘴巴 这个和这个面呢 一般是煎炸的 你看到它这个 很煎炸 煎 很煎炸的面 煎 煎炸 操操 不是那个人 看到这个很多的鸡水 把它操一下 操一下 嗯 操一下 一般以前它会用剪刀 把它剪开西方的 上海有类似这样的 拿了上来以后 融在上面 一般这个配什么呢 配辣椒酱最好吃 大家看一下这个虾 就两个圆圆的 圆圆的 肉汁很紧 嗯 那个扇贝好吃 滴溜溜 不知道为什么我吃出一种童年的味道 为什么 就这个面的味道 很用适 单纯面的那种感觉 然后配上海鲜芡汁 很像回到十二岁的感觉 大概十年前吧 十年前 最后看不出来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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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样 今天吃的感觉 哎呀 今天这餐饭 虽然很简单 但是 选择得来呢 又很饱 那这些点赞到多少 最起码有30万点赞 真的 你要吃什么自身啊 30万点赞 呃 如果有30万的 那我吃什么磁身好呢 那你们说实 静哥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点赞到30万 你们说吃什么刺身 他就吃什么刺身 是我们一起吃什么 哈哈哈哈 被把 被把你自己丢上来 哈哈哈 那么好了 大家多多点赞 收藏 多多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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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